一张又一张美丽的相片 都是南开科技大学三位学生 以不同角度及拍摄技巧 将国庆乡的美丽风景 变成吸引民众前来打卡的特色景点 借此也举办最美明信片的网路票选活动 希望能够带动地方观光人潮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那种打卡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 然后把很漂亮的画面都拍下来 我们利用我们的相机在晚上的时候 用山顶朝向往下拍 呈现出我们夜景在灯光打开的时候的美景 我们现在是以照片 让大家可以直接来国庆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说国庆不只有这些景点 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拍照地方 用所谓明信片角度 结合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打卡的旅游习惯 让游客来这边找到他们看到 哇 原来这张照片这么漂亮 是在这边就找得到 南开科技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多年来协助国庆乡的旅游业者提升价值服务 今年特别结合学生的想法 举办最美明信片网路票选活动 前议员蔡明轩希望借由票选活动 能够达到产学合作 也借此帮助地方发展 整个目的就是要推展国庆的旅游加持 所以去年我们辅导了很多 40几家国庆的业者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我们用民信票选的活动 主要就是把国庆的美景把它推广出去 借由产学合作来行销 我们在地国庆乡的一些景观特色 我们大学生也一步一脚印到各个适合拍照美的地方的景点 把它美的地方记录下来 借由我们大学生他们的创意 他们的想法来行销我们在地的文化 也非常感谢我们拿开科大的这些学生 利用现在最流行的打卡方式 吸引民众前来拍照观光 增加国庆当地的观光人潮 不但展现出学生的实力跟创意 更确实协助国庆乡的休闲产业发展 接着六星草轮采访报道